进攻 发起进攻 这首歌 伸给你 我的爱人 老迪哥 问你头发明人的香气 这味道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我知道兄弟们 这期视频是有点AV画质 这个素材本来是非常好的素材的 直到我开始剪这个视频的时候 才发现画质这么拉垮 想放弃但实在舍不得开局这个镜头 大家在扣阿之就尽量救一下吧 还是简单讲价开局这波双杀 亚联前期强军很大二级 且亚联升二也是非常快的 一刀前半兵三大后半兵接一几颗 老虎出来的那一颗已经跑不掉了 索性砍完最后一刀接四段一升二 到二后能耐已经一半了 且狂蝶是半血 这时候应该能走掉 但我更想打 第二快速打出红弩 最后这发红弩一非常关键 找好角度击飞两个 二不上一阶段直接双杀 抢二后打两个都不是问题 更别说这场抢二后的单挑了 二级亚联对抗了无敌 当然二级这波有运气成分 狂蝶站在小明旁边 让我连人带面一起打 让我提前攒了一些能量获得免伤 才有了最后这波极限双杀 正常情况下被辅助阴了 直接两段二拉开距离走掉就行 他奶奶的 我本来以为这两千亿的电方杀 一击一打拿对面双杀 而且对面老虎这么一个吃前进的英雄 白死一次 且第一个buff都丢了的情况下 这把应该差不多稳了 结果他奶奶奶的还越打越逆风 大比分还打负了 我这是后操压到要咬碎了 你们对得起我的双杀吗 幻音刚落 中楼小佳又被干死了 刘邦一倍三 看样子也活不长了 过来接一下 直接打到起手 先杀一星 一星又三有被动 等他被动结束二姐再拿下 这时候被击我别怕 回头反打 打出红的火血都撑一会儿 刘邦已经到了 他们不敢上了已经 本以为这把是平锤局 没想到最后打了25分中一感性 基本上这局的薄一点都围绕在五个友的大团上 那么亚连团权怎么打出 完全要看双方阵容的 有的让你可以先手进场 比如打呆射 点解鲁班这种 进场贴脸 黏着人家大死一砍 在霸体和血魔的加持下 对随物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有些这种比较灵活 例如司公正阿里马可 礼班韩信马超等英雄 亚连就会非常痛苦 大招进场基本谁也摸不到 这种情况就得后手进场 尽量配合斩压去打收割 这一把对面鱼姬一行是比较好切的 但对面有蔡文姬 在蔡文姬奶量的加持下 亚连的伤害就不够了 进场如果切不死C位 自己就得白给 但这把我们驾有刘邦 不仅能给我盾的同时 还能帮忙补伤害 鱼姬二行的物理免疫 咱们再出上电刀火角 这样的带法上装备 就可以直接冲鱼姬了 这一波本来是追对面一心 随后发现鱼姬蔡文姬也在 丑利眼左上角刘邦有大可以大 直接打到进场 落地两个一击 再也两刀接四段一霸体 击分两个 刘邦不上控制伤害 二枪继续冲 接斩直接拿下对面双C 二V三打出零换三 且拿下对面三个之后 我俩几乎还是蛮斜 这就让人的切C能力 再看九分钟这波 刘备开爆去对面抢抢 刘邦有大对面C位 站位靠近能打 直接打了起手 大三个落地三层一击 再也一刀接四段一霸体 一击大二棉扣开到继续砍 交战补伤害奶妈有大 继续粘着看 二挂减速开机选拨 再接四段一击分两个 月塔强势一晃二 这就是压连十三分钟 这波爆团压上了高地 有大龙且对面照位秘籍 直接打了起手 大四个落地一秒 接四段一霸体 有点拖接下车出来 狂点二想进场先解决狂点 斩杀50护盾 高地前来不多了 可以再打一波 还好塔掉的时间 先一塔电影机 二上去开选拨砍鱼机 可惜这波歌压被跳远机弹了一下 多吃到了塔伤 并没有打出什么效果 游戏一到十五分钟 我方拿些黑暗暴军 准备压高地 前三路线良好 此时不打 更待何时 抓住机会直接打入起手 大四个落地秒 接四段一把题 可惜这波被鱼机交伞拉开了 敌方射手 有没有传所产生的团阵结果 简直天差地别 当然这波也跟刘邦 没有及时跟大招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最终还是拔掉了中路高地 也不能说多亏 战士和射手之间也是有着诸多博弈的 后来那时候 他们会非常注意自己的站位 很少给到被对面开到的机会 同时在被切的时候 临场反应也会处理的非常好 什么时候该拉扯 什么时候反击了如指掌 会玩的压力和战士 也需要省时夺势 什么时候该打 什么时候能打 同时进场实际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一旦进场切不死 刺自己必死 一个优秀的战士是博弈轻易进场的 趋势待发 都是找准时机 一级毙命 这也就是为什么低分段 基本上谁先手谁仗 而高分段基本哪边先手哪边迎团 原因近乎同理 这波看似是在砍蔡文鸡 实则一直在定鱼姬位置 鱼姬漏了直接打入进场 堕地追着鱼姬乱砍 四端一霸体击飞鱼姬拿下鱼姬 这一波之所以我们被开结局 却依旧能打成三万三 跟我非常顺利的解决掉鱼姬有很大的关系 鱼姬如果没死 我们就会被一波 再看19分钟这波 鱼姬站面靠前 直接打入其手 堕地秒接受断一霸体击飞 伤害控制可谓是打满了 特殊上队友跟着控制 这波团鱼姬几乎没打什么输出 但我有点差异的是都这样了 队友那边竟然还团得非常吃力 所以说明这把队友水平是偏刺的 别看好像总是我在压着对面双C打 实际上对面双C是非常强的 在我这么大的压力下 鱼姬就是对面的败反MVP 鱼姬再次站我靠前 直接打入进场 大四个落地接受断一霸体 再次被鱼姬打入缅扣拉个距离 且赛文鸡这时候的奶量太顶了 这波进了后直接蒸发 也并不总是一番风顺 被反扑了一波后再次压到对面高地 鱼姬输出直接开了进场 这一波又是大三个 但又被闪业拉开了 还被一心的大拙框住摸不到鱼姬 最终这一波也只好做吧 没摸到极短的时间就被点到大层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最后这一波拿下风波龙牙水晶 狂铁还跟二层进场先解雷掉狂铁 干掉狂铁直接开了贴脸砍鱼姬 没有了蔡文鸡的保护鱼姬 跟亚连贴脸没有收散可言 非常顺利的解雷掉鱼姬 对面的输出位嘎了的那一刻 团阵的结果就已经宣告 一波拿下对面